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話 關於一宗娛樂新聞 涉及到這位伍仲恆 伍仲恆什麼事呢? 多讀個標題 伍仲恆說他連環讀錯歌手的名字 自認老花和泰王 完全是眼睛的問題 伍仲恆日前為第二十一屆 Cash金凡音樂獎 揭曉最後五強的名單 他因為連環讀錯歌手的名字 所以被網友批評他是零尊 零尊重 去到十月二十一號 伍仲恆在上水舉行鋼琴集簽名會 舉行簽名會的時候被人問回這件事 他表示完全是因為老花野的禍 他就說 拿到名單的時候 就說死了都看不到那些字 我想起我以前回送外賣的時候 遇到那些保安員都是這樣 即是你去送外賣 你去到一棟大廈下 你要登記你的身份證 即是告訴他 你去哪一層 送什麼單位 那些保安員 就要抄下你的身份證 其實他們這一份是工 即是他們坐在座頭 他們理論上應該是知道自己 是要抄下別人的身份證 但他們是很有趣的 他們拿著身份證 左帽右帽 還在座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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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了很久 其實你做這份工 你每天都是這樣寫的 每天都是抄身份證的 為何你不拿出老花眼鏡呢 然後有些很有趣的 看不到 等我一會 要出去又找一下背囊 又找一副老花眼鏡 屌你老母 找你做保安員抄身份證 你又代定副老花眼鏡在旁邊 再不是你知道自己看不到的 你不是第一天開工的 你一早知道自己有老花的 你一早知道自己有抄身份證 你又一早知道自己有老花 那你是甚麼意思 就不擺定副眼鏡在身邊呢 你為何每次有人來抄身份證的時候 你一見到我 你就左抄右抄 左帽又沒有 拿一條奔舟出來 是甚麼玩法呢 我覺得很古怪 我是拗了頭 你知道自己老花的嘛 你一早知道的嘛 你不是今天見到我 阿扎仔 突然之間老花靈光 一時甚麼都看不到 又有老花 你不是這樣 那你是甚麼事呢 你為何要突然見到我 才這樣找眼鏡呢 找你老母 你原來不是今天老花 讓你走走走 我只是不明白 這個五重行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自己老花的嘛 你早就老花的嘛 你不是今天突然間 血拿料 你跟我說 你今天突然上台 突發性老花 第一天發現自己是老花,那我不能怪你,但我明顯不就是了 本身都是老花的啦,屌你老母 你代定副眼鏡吧,知道自己看不到東西 我不能是說歡喜嚴仁 譬如我做secure的,我知道自己的工作 是要有一些文書工作,可能是抄抄身份證 我便代定副老花眼鏡,帶著一個衣袋或者褲袋 有人來抄,有人需要抄身份證 我便立刻拿出來帶著 這個什麼衣袋行都是一樣,我看著 那麼有趣呢,跟那些看奸一樣 是不知什麼玩法來的 接著他還在怪,就說 他的字真的太小了,我看得化開了 讀到某些字,我不肯定是什麼 我又沒理由問人,於是照讀吧 但有幾個字就讀錯了 當場呢,他有跟他們說回聲不好意思 並且即時更正的了 就說下次麻煩那些字大隻些 屌你老母,你自己眼殘了 不能帶老花眼鏡上台 就吵架來自小隻 屌你老母,什麼叫大隻呀 我那條賓州算不算大隻呀,阿恆哥 什麼東西了呀 接著呢,有人就說 問到他,你事前啊 不是應該啊,看看名單先嗎 那五仲恆才應嘲 就說,哎呀不是,屌我太忙了 我到場呢,私有空看個名單 又說呢,不是因為太過掛著做中年好聲音的評判 又說啦,現在呢,樂壇新人太多 就不可能全部認識 屌你老母,臭係啦 剛才呢,又賴老花 現在又賴太忙 接著又說新人太多 屌你怎樣啊 算啦,你不認了他 我下次會拿回一副老花眼鏡 真是不好意思 那就算是傻子 解釋這麼多,幹嘛傻子啊 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還要說,我會欣賞好作品 譬如言榮熙張天婦林家謙 加上現在放上網便可以發表作品 我真是認識不完 不過會去多點留意新人的作品 那算啦,你這樣說 多點留意啦 還有不是新不新人作品的問題 第一件事,首先 你先看一次名單 不懂讀的,問一下會場的人 OK,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戴上一副老花眼鏡 不要說這些垃圾屌你老母 接著人家笑咬他嘛 說不是啊,Gin Lee很久了 有一定連資啊,你又說新人啊 接著呢,他又說 我真的看不到企隱邊 口快快讀了二字 完全是眼睛問題 應該配老花眼鏡 全家產 就來五十歲 都不能配老花眼鏡 有沒有這麼離譜啊 我覺得我也要配老花眼鏡 你搞得不行啊 我有個朋友呢 他說他不知道三十幾歲就已經老花了 我有個朋友四十歲就老花了 你五十歲都不能配 為什麼要配老花眼鏡 你老母 是不是壞啊 現在被人吵了 我覺得這些東西 無論得是不能招 有時候 希望五仲恆他可以快點 配上褲子眼鏡 還有下次呢 如果再頒獎的時候 對一對點名字 問一問別人的字 怎麼讀吧 如果不認識的話 就不要這樣死定了 做什麼狗 可能欲酸 還有對那些歌手 很不尊重啊 即是什麼意思啊 即是你現在的 屌你老母神仙B 大王啊 這裡沒有人認識你啊 大王哪個啊 這樣這樣 這裡沒有人認識你啊 什麼意思啊 你恨意啊 屌你老母 現在的感覺是 太多新人了 這裡沒有人認識你啊 大王 屌他這樣 俊 哪個俊 不好意思 我叫阿俊 俊 他完全是這樣 年輕人拋救我浪頭 屌你老母 他完全是那隻來的啊 阿叔 你配回褲眼鏡啦 好不好 那關於這傢伙都差不多了 接著講一點題外話 講什麼題外話呢 現在呢 我終於有這個迪士尼看了 因為呢 我媽他們 不知申請什麼 寬頻 什麼計劃 就有個迪士尼看 OK 終於開了 迪士尼有什麼看呢 媽虎劇那些我還沒開著 我反而呢 對星球大戰有興趣 因為星球大戰這麼久以來呢 我都主要是看電影啦 劇其實我都沒有什麼看的 OK 我看了一季 曼達樂人 但是你說其他我都沒有看 那一聽網友說呢 就說其實呢 星球大戰除了電影之外呢 動畫是很精彩 即是說回複製人戰紀啊 複製人侵略啊 複製人戰爭啊 複製人戰爭啊 總之不知叫空窩 無可依不eler mult不高 Anken schoolmans 啊 那些人就說那篇撐了 蛇 不知有六貴 七貴 還單著了 那些人說那篇撐了 sö Historical 開了劇場版 那些人看完劇場版再開動畫 七季 嘩好看 阿蘇卡是吸引的 動畫的角色 我暫時的目標 我首先看Fans Fans錄人行還未看完 還差一季 看完Fans 我就要全力看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的動畫 看了劇場版 然後再看七季的動畫 嘩好能吸引 阿蘇卡是有感覺的 她說巴爪妹那裡好能過癮的美女 她當時只是小女孩 剛剛當學徒 幾有趣 很多古靈精怪 得得意 性格幾討好 雖然她是一個外星種族 你不會追阿蘇卡 理論上 首先第一樣是小女 第二樣是外星種族 你不會對她有任何感覺 但你會覺得 嘩好有感覺 這個小女孩 我性格很過癮 即是想看下去 而且作畫都OK 戰鬥都精彩 應該這個迪士尼 我自己覺得暫時 我會開來看 最值得看 就是這個星球大戰的動畫 看完這堆東西 之後再想想看 有什麼看 可能看完動畫 再看阿蘇卡的劇 因為有些人說 如果你有看過那部動畫 再看阿蘇卡的劇 你會覺得很感動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未看動畫 所以現在先看動畫 再看黑帝君臨 然後有人說再看那部劇 再研究一下 今天分享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 我現在有點肚餓 可以吃下午茶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回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